江西省昌北机场航下的天花板大面积崩落 旅客赶紧离开现场 还好没有人受伤 机场附近的高安市 则遭受威力相当于轻度台风的强风吹袭 电线赶机车倒成一片 另外还有广西省的桂林市 下大雨变成一片汪洋 很多地区因此停电 而在福建省南平市 则测得每小时93.4公里的强风 打破43年的记录